好,今天跟大家介紹三台車 哪三台,Mini Lite,Mini Pro跟Mini Plus 那這三台各有一些細節上的一些不同 針對的客群也不同 那如果你需要更詳細的介紹跟他們來龍去賣的話 你們可以看這方面我有 就是凱夫他所解說的很細節的部分 那我這邊介紹比較簡單一點 譬如說 我們從這三台的 樣貌來看,一定會看到這台比較纖細一點 那這台的體重,我們以體重先來介紹好了 這台的體重是12.5公斤 那這台的體重13公斤 雖然原廠是寫12.8啦 不過我實測的就是13公斤 那這台原廠的重點是寫說 16.3公斤 是他表定的一個部分 來我們來看這個指示燈 這邊只剩下4個燈,然後跟你開關按鍵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差別就在這個 這邊是一個電量指示 藍牙 藍牙連接線的指示 還有一個鎖車的一個指示 或一個鎖頭 然後還有一個限速的指示 那跟這個 Plus 基本上也是一樣 Plus這邊的貼紙我沒有撕掉 這就是鎖車的指示燈 藍牙指示燈 限速的指示燈 還有電量的指示燈 這是燈源的不同 然後我們再來看到就是說 大燈 大燈 Plus的部分他是單一顆大燈的 那我們再來看 Pro Pro他是雙燈 可以看到一個 Pro比較低 Plus比較高 他們照射的範圍也比較不同 然後再來 Light是沒有大燈的 Light是沒有大燈的 那共同的呢 共同的呢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三台都有相關的一個 氣氛燈 我們可以看到 地板的部分都可以看到一些 亮亮的燈這樣子 就是氣氛燈 這三台都有 然後也可以ABP 自定義 那輪圈呢 輪圈呢 只有Plus Plus才有 這是他獨特的一個 一個設計 好 那我們再距離再拉近一點 Light的部分 踏板 針對踏板 我們看到踏板的位置 20x16 呈現一個類似正方形的一個 接近正方形的一個踏板的距離 是偏小的 我們來看到Pro Pro的部分 這個規格呢 大概是21x13 21x13 中形的 那再來 Plus Plus我們可以看到的是24 24x14 這個 踏板的部分已經略大了 可以讓 身材比較大型的人 去使用這樣的一個 版本 Plus的版本會比較舒適一點 然後我們再講到腳控感 我們放大後退一點 腳控感的高度 從這邊 到上面的高度 總共是 45公分高 45公分高 那再來說 Pro Pro他分兩個規格 那為什麼要分兩個規格呢 因為 這個 高度到上面的高度 現在這個高度還沒延伸 是48公分高 那如果今天我把它 轉開來 升高的話 這個高度是60 60的高度 60的高度 好 再來 這個 Light Light的高度就比較矮 因為他是針對小朋友的 小朋友的高度 大概38公分高 如果要使用的話記得就是你的胯下是一定要比這個 腳控感還要高的 所以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來拉到這三台的 角度 Light是固定的 Plus是固定的 如果你的家裡的成員 男男女女有高有矮 Pro Pro會比較適合你 因為他可以升 升降這個 角控感的高度 去 適合適應你家的一個需求 好我們把鏡頭放固定 OK 好那我們先介紹到輪子 輪子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說這三台的輪子 Plus基本上會略大一點點 略大一點點 好那再來這個 PRO的部分跟Light的部分基本上電機的尺寸是一樣的 10.5吋 10.5吋 那 Plus的部分是11吋 他是350瓦的電機 400瓦 那他跟PRO是一樣的 只是說胎皮的部分 外胎是尺寸不同的 400瓦電機兩顆 400瓦電機兩顆 電池的部分 電池的部分是155瓦 那這個部分 310瓦 那這個部分是329瓦 如果依照官方的數據來 按算的話 這一台Light 均速10公里的話 均速10公里 他可以騎18 續量力18公里 那這兩款 原廠的表定是說 70公斤的人 那續航力 均速15公里 續航力可以30跟35 這樣的一個差別 那 極速的話 這一台Light他可以 飆到時速16 那PRO的話 時速18 那 Sightway版的Plus 他可以到時速20 那這是速度的部分 遙控的部分呢 Light跟 PRO 他都只能用手機 ATP遙控 沒有實體的遙控器 那Plus的部分他有一個實體的遙控器 我們的左上角這邊會介紹到 凱夫他實測了 Plus的一個 遙控跟水跟載物的一個模式 大家可以再仔細看這個影片 那再來就是說 音效 音效 Light跟PRO他的音效都是只有 來 都是一個長短音的一個單音的長短音 那 PRO也是 都是一個單音的長短音 去表示 好那 比較特別的就是Plus Plus 來 比較特別說Plus的部分他可以去下載 音效包 鏡頭的部分呢 目前也只有 Plus 還有原廠的鏡頭 不過 這部分 我們自己的 認知 鏡頭成熟度還不夠 所以我們這邊基本上暫時不販售 那再來就是載物模式 載物模式就很有趣喔 那我這邊來示範一下這個背包 如果你是Light在使用的話 那他是可以載物 沒有錯 但是 你沒辦法去好好的控制他 這比較尷尬的一點 好那如果今天是 PRO的話 你可以載物 可以透過 你如果不改裝 我們可以透過 包包 這樣子 我們推著他 前進或後退 或左輪 都可以控制他 只是說我們必須手動的 手動的 然後 Plus的部分他本身也是可以像這樣的載物 但是不需要這樣子 我們有一個 車欄 我們先讓這兩位退場 因為現在是 Plus的主廠了 我們只要 這樣子 把我們要的東西 放進去 這樣就完成了載物模式了 然後再搭配遙控器的使用 這樣就是一個很好的載物模式 好但是也有 Plus 沒辦法做到的地方就是說 這是一個 負長的 腳控桿 那我們鏡頭可以看到說 腳控桿的位置 跟 已經深長的腳控桿位置 還是 多了一大截 好那 這個一大截是要 做什麼用的 就是說我們今天在上面去騎乘的時候 我們可以當 小型的賽格位使用 好 那這是附長的 打手 可以加裝的 好那如果今天 今天你家的小朋友 好慢慢慢慢的長大了 那你的這台車 還是依然可以繼續使用的話 那 我們就可以 更換像這樣的 一個腳控桿 好去做 去做這樣的一個 延續使用 好 腳控桿 他的基本上 轉軸的地方 轉向軸的地方是共用的 好這是我的一個建議 那如果說 你也想要再讓大家都可以玩的話 長把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以上 這就是我對這三台的一個 簡單的介紹 Mini Lite Mini Pro Mini Plus 這就是我這一個單元 簡單的 帶到一些 規格的細節 那如果想要看 詳細的版本的話 我們在前面開頭已經講到了 就是可以看凱夫的 詳細的介紹 等等的 OK那我們這影片就先到這邊囉 掰掰 适合 感谢观看